平東有民眾開車經過台一線南下455.5公里處時 發現路旁出現了一個巨型的水柱 只見到這個水花噴漸超過了三層樓高 周邊全部都是水字 原來是有連結車不小心撞壞了自來水排氣閥 破管造成了噴泉 連帶有八個鄉鎮 一共是有三萬四千五百一十一戶停水 那麼在昨天的傍晚五點多 經過了緊急搶修之後 今天清晨五點左右修復了 總計停水時間大約是有二十三個小時